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又挖进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站进来复复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心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各位 今天经文讲到一个女人 患了12年的血肉症 那她花尽了一生的积蓄寻医 不但不得医治 甚至病情更重了 那她就听见耶稣会路过的事 她就偷偷摸了主的衣裳 不到几秒钟 她发现自己痊愈了 她因此感到又惊又心 那在这里 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她不求耶稣公开的医治她呢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问题本身是一个不能公开的问题 那这里说 这女人患了血肉症 就类似女人的阴道不正常的出血 那现在众人都拥挤耶稣 也有很多的人到耶稣面前求医的时候 他们都是将自己的问题与症状告诉耶稣 然后我们主耶稣就按手医治他们 但是对这个女子来说 她之类的病是她的隐私 如果在这么多人面前 她要求耶稣医治她的话 她必须公开她的疾病 那这是对一个女人来说 有难堪 有羞辱的事了 那我不晓得各位有否这样的经历 那这情况类似有时候我们不想把自己的失败 或者过去的羞辱 或是自己心里面脆弱的地方讲出来 但这些问题实际在折磨我们 那对这女人来说 她的情况是在外体被疾病折磨 但是在内心却是被羞辱折磨 因此她愿意得医治 却不能表白她的问题 所以在这时候 她偷偷摸了耶稣的衣裳 那她历时就痊愈了 但也在这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她转过身来问 谁摸了我 那当耶稣在寻找这个人的时候 这女子非常的惧怕 她恐惧占尽地俯复在耶稣的面前 将实情都告诉了她 那我想必这时 所有的人也听到这个见证了 这时主马上释放她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你平安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各位在这段有关医治的经文里面 显示了三件事实 第一就是主知道我们外在的病痛 也知道我们内心的痛苦和羞辱 她能医治我们 也会医治我们 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 我们总是不来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总是靠人的方法 或者靠医生的方法 特别有一些问题 深入我们内心的时候 我们因里面的羞辱 一直无法敞开自己 请问各位有否这样的问题呢 各位要因这个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 各位要因这样的问题到教会去 求树林长者为你带导 你也应当回复一个单单依靠主的心 那第二 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 这女人将信心放在耶稣的时候 她肉身的问题实际得了医治 在这里我想告诉各位 不要将专注点放在肉身的医治 都要把专注点放在仰望 依靠耶稣的信心 倘若你仰望主耶稣 主的恩典能医治你的肉身 或者给你更大的能力 跨越你的苦难 圣灵的帮助是实在的 那最后我们要知道 在这段经文里主显示了 她在乎我们内在的医治 过于我们外在的医治 对于今天这女子来说 她可能只有盼望肉身得医治就好了 但她没有发现在这十二年里面 她的羞愧和自卑之心是更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主将她的羞耻 转为了一个见证主的途径了 主叫她看见 她最羞愧之事 既然是能够叫人赞叹主的恩典 与医治的一个管道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身上有一些隐藏的问题 你不要隐藏 你反而要因你的问题来到主的面前 主能医治释放你 也接着你的问题祝福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呢